他沒有辦法錯耶 對 他沒辦法錯 所以他要就是 要非常的 那個怎麼講 很尖銳 之外他要就是 講的所有台詞 都要非常有自信 眼瓜爛熟的那一種 我記得有 連一兩個禮拜 我們都是法庭系 他是集中密集的拍 所以我們一整天下來 就會有很多場官司要打 然後我們背的台詞 他非常 我可能是他的十分之一 喔 真的喔 他非常可怕 因為劇谷在那個攝影棚 搭了一個法院 然後可能就是要在 那個法院拍八天到十 到兩個 就反正兩個禮拜內 然後就整部正義的算法 所有在法庭打官司的戲 就是那個禮拜要拍完 所以我每一天 都在打不一樣的官司 好可怕喔 他的台詞都是那種 幾頁幾頁這樣翻的 所以你看 那時候有給他一個 那個螢幕的大字報 可是你不能全部看 因為你還是有畫面的需求 對 所以他都非常痛苦 而且其實有時候看大字報 還干擾耶 會 會 那個眼神會飄掉 你一定要知道 要記得怎麼樣 而且還要想要那種 因為他在那邊開始走 然後在那邊瞄眼 然後再往這邊走 然後在那邊看眼睛 他站得很自然耶 對 不可以站起來 可以啊可以 所以就是除了大字報 你自己背的時候 有什麼訣竅嗎 我覺得要有畫面 然後你要瞭解 你的當事人的需求 你要站在當事人的 立場 立場 心情 對 然後看他的需求是什麼 他要要錢呢 還是他要把人家告死 對 然後你就會用那個概念去背 然後你拿個態勢就會 這個時候我們需要什麼什麼 把重音放在對的地方 大概就可以轉 投入跟代入的時候 這個算法就會對了 對 好我的問題到這裡 以來 我暫時 謝謝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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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你